這裡可以看到我們的城堡 通常我的三步路線 就是由市中心那邊 走上去這座山 然後在這座山走下來 再去到我們的Cordelia河運動公園 走一圈 現在我們來到Cordelia河運動公園 這裡可以停單車 那裡是Tennis Court Rat Clay 這裡附近是一間體育學院 這個時間還在吃飯的時間 現在沒有人打球 沿著河邊散步 其實挺舒服的 這裡是一條雲海 這裡有一個田徑運動場 兼足球場 這裡有很多一般人住的房子 這個位置其實還是比較接近市中心 你可以看到這些房子是連動的 其實是小小間的 看到不同的門牌好嗎? 不同的門口 對不對? 這間大概八十幾平方米的房子 或者是房子 大概是兩十萬歐到五十萬歐元左右 好便宜 有些小孩子在這裡訓練踢足球 這裡就是體育學校的門口 好了 這棟建築物裡面還有室內的遊泳池 都是開放給公眾的 但我喜歡遊室外的遊泳池 斯蘭麥寧在每一個街區 都會有一個公園給小蚊仔玩 這個是比較簡單的 這裡是一間小學 現在應該是課間休息的時間 有火車經過 有火車經過 Cordelia和城堡 現在是一間吃薄餅的餐廳 我經常來這裡喝咖啡 帶著我兒子來這裡玩 哈哈 這個公園裡面的遊樂設施是設計得比較好的 在亞洲會比較少見 比如這個常滑梯 看來很簡單 其實它很高 而且你要用兩隻腳撐住 在這個木箱裡面才能上去 Cordelia和城堡的餐廳 現在這個時間很少喝咖啡 通常我是去幼稚園接了寶寶出來之後 會帶牠來這裡玩一下 這個水泵是真的可以泵水出來玩水的 歐洲的兒童公園通常都有可以泵水出來的水泵 可以洗手 而且可以直接飲用 我們這裡的水很乾淨 我們這裡的水很乾淨 這裡的公用設施其實很發達 但是用的人很少 因為人口本身就不多 而且是平日的上午 上班的上班 上學的上學 就是我這麼有空 一個很標準的街區公園仔的配置 這裡聚了很多退休的老人家 這裡是有泳池 有兩個很大的標準泳池 有一個小蚊仔用的泳池 現在天還亮還沒開 我是經常來這裡游泳的 然後呢就航方市中心科企 今天的散步就到此為止 拜拜 今夜晚很高 昨天有下雪 可以看到山頂上有幾朱 今天有下雪 前面有下雪 昨天有下雪 昨天附下雪